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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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我们的选手出场 看着二位走上来 我们是心生敬意的 欢迎二位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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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贾曾玉 今年67周岁 喜欢健身 天津人 大家好 我叫贾家 来自天津 您跟这位的关系是 是兄弟关系 这是我父亲 父亲对不起 看着这跟兄弟是一样的吧 那些高难度的健身动作 都是您完成的 也不是高难度 这个力量训练 就是用这些自由重物 很一般的 说得这么轻松 那刚才的这些动作 都不算难呢 什么样的动作算难呢 怎么说呢 健身没有难的动作 难就难在坚持 那您是从事 多少年的这个运动了 从小就喜欢运动 69年当兵 当兵呢 也体能训练 这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我是86年 作为一个 一家刊物的编辑部主任 我又结识了一批 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一代健美运动员 这样受他们的影响 我对这项运动呢 也是逐渐地开始喜欢 参加健身行列的 至少数百人 但是我管不了儿子 为什么不跟老爸练 这成果多喜 多诱人呢 之前也练过一阵 后来受了点伤 就那个 就放弃了 这一点真的比不上老爸 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 这种精神 这种自律 但是呢 我想经过这次节目 我还要继续努力 继续跟老爸 一起锻炼 那每一组选手一出来 就直接就亮家伙 秀才艺了 您给我们来一下 让我们感受一下 您这个强大的自信力 我展示几个 日常训练 体能训练的动作吧 但是这个动作 都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可是如果长久地保持到67岁 真是一件难事 哎呦 那我们就更要看一下了 好不好 这动作我们平时其实是经常能见到 但是一个67岁的这个年龄的人来做这些动作 这几组 这是第一次见的 掌声鼓励 太精彩了 感觉好像以前在这个电影里 特种部队里见过 对不对 这是部队长辈的一个训练动作 叫前导 前导 训练它呢 是防止这个被摔伤 您教我们几个这个秘诀 诀窍 这个动作呀 它的技巧是要用这个双手双肘 下压地面来抵抗身体砸下去的这个力量 它有一个反支撑 而且要核心一定要保持绷紧 出于一种紧张的状态 推荐动作呢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跟着这个胯子伸手学一下 这重心已经离地面很近了 然后双手凭着拍向地面 拍的同时 一个撤步 对 试一试 三 二 三 都靠 漂亮 不错不错 对 不错不错 问一下我们的老将 如果真的是拿到了冠军这笔钱 祝梦基金 怎么用 我想给儿子买个健身卡 让他关注这个身体健康 不要广忙于事业 因为对人来说生命和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 让你儿子愿意吗 我必须得去 那个不光是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吧 其实也是一种对老爸的支持吧 父亲呢特别喜欢健身 但是呢他是有伤的 当时做手术 做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呢 打了三根钢钉 但是呢 老爸呢一直也就没有放弃 然后他跟我们说 这个人就得有这种精气神 得有这种精神 所以现在呢 全家人呢也就不劝老爸了 反而呢 就是跟着老爸一起练 也想跟老爸就是说表个态吧 全家人都是您的 那个铁杆粉丝 都是您的坚强后盾 加油老爸 谢谢